特朗普强硬的关税政策给美国带来了什么 全球在线悲观的情绪 那么中美经贸摩擦究竟会何去何从 下面来看一下媒体的分析和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关注到的是 保护主义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减弱的迹象 报道中提到美国从特朗普长期以来 一直偏爱将关税作为直接的单方面的政策工具 他很乐意冒着贸易战的风险去获得他想要的东西 那么这种自信正在给企业 消费者和各国带来一个更加动荡的事情 种种摩擦在给全世界许多大公司造成损失 各大企业竞相重新调整他们的供应链 那么尽管如此保护主义并没有减弱的迹象 而是在加剧 美国的下一张牌还是直接关税打击 日经中文网的报道 他们关注到的是美国国内的抱怨声音 寄希望于通过经贸摩擦来促进经济繁荣只是一个幻想 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 加利福尼亚州的葡萄酒酿造商协会遗憾地表示 由于关税商机正在丢失 美国产木材出口减少四成 美国业界团体抱怨说 找不到能替代中国的出口目的地 伊利诺伊州经营大豆农场的一位农户表示 在当地输远特朗普的趋势正在加强 再来看一下美国《洛杉矶时报》的报道 这将会严重地破坏整个供应链 报道中说 加征关税的影响正在把供应链的运营搞得一团糟 美国企业想要抢在新的关税需需之前增加进口 新的一轮进口激增可能会让加州的港口近乎瘫痪 同时在美国《洛杉矶港》和《长滩港》 今年前四个月来自中国的集装箱货物进口量 与2018年同期相比减少了11.9% 同期的对华出口则暴跌了27.4% 这也给南加州物流业造成了巨大打击 影响到了一大批经营航运仓储的公司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相关的报道 他们在BN报道中提到 美国将会自食恶果 美国针对华为公司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发起的制裁 及一系列技术保护主义措施 严重地破坏了全球开放合作的技术创新生态 奉行美国第一政策最终可能会意味着 美国会是最末移民 美国还以安全方面的担忧为由四下煽动 试图说服西方盟友拒绝让华为参与本国的5G网络建设 结果并不理想 特朗普政府的打压之举 不仅会割裂互联网世界 还可能会削弱美国科技巨头 尤其是谷歌保持主导地位的能力 好 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 再把时间交回给集盟